妈 您这是闹得哪一出啊 你干嘛给他写戒条啊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您让我们怎么还这个钱啊 您还跟人家谈财富 您有钱吗您 真是 你懂什么叫财富啊 善良宽容 有一颗博大的爱心 这才是财富懂不懂 这是丢不掉的财富 妈 您说的这些能当饭吃吗 有个人他都快饿死了 穷得叮当响 您让他爱谁去啊 您现实点吧 妈 钱财是现实 您什么时候也学会说教了 财富 您知道什么是财富吗 有钱才有财富 要钱眼里去了 难怪缺德 把小豆豆搞丢了还有脸说 妈 您别给我打岔啊 我说的是这五十万的事儿了 有什么区别呀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老米家欠人家言家的 你要搞搞清楚 我 有病吗 温敏 米家怎么样 怎么会晕倒了 恭喜你 他怀孕了 怀孕了 是啊 快两个月了 高兴吧 谢了 谢谢你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我跟米家读幼诗的时候 就在一起了 是你们爱情的见证人 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对了 他有流产迹象 大夫说了 必须卧床休息半个月时间 行 那得麻烦你替他请假 你不说我也知道 好了 你先进去吧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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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 Run 我先走了 闻川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都知道了 流鸣刚走 我又没有想到 真的是太异味了 这回啊 我想生个女儿 一儿一女 品种齐全 怎么了 不高兴啊 没有啊 只要是我们的孩子 我都喜欢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的 不管是男是女 我只求你跟孩子 都能够平安 知道吗 我想到我妈那儿去休息 可以吗 行了 这个时候你跟我提什么要求 我敢不答应啊 就行了 只要老婆开心 什么都随你 妈 妈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让我回来 就行了 你和那个尚小淫 谈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老样子 我跟你说啊 那尚小淫 就是一死心眼 死活都不肯走 她还说呢 要是我再骚扰她的话 她就变本加厉 还得要钱 我真是没辙了 你怎么没辙了 你怎么没辙了 你不是能吗 全都是你闯的祸 那您说怎么办 你现在就是杀了我 我也没辙 我管不了这事了我现在 别在我眼前晃悠 我头晕死了 你坐下来 我跟你说事情 什么事啊 坐下来 什么事啊 一文正经的还 还是我来说吧 今天啊 人家袁川她妈来过了 她来干吗呀 干吗 她是来让咱妈 给她写张收据 证明我们呢 拿了她们严家五十万 买房子 可是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妈她连考虑都没考虑 居然给她写了一张借条 借条 对啊 这说明什么 这就是债务 五十万的债务 我们家啊现在欠了人家五十万 这个钱是要还的 我说妈咪 您是不是疯了呀妈 不应该呀 不应该呀 应该什么呀 五十万呀 那可不是小数啊妈 那堆在一块能把人给打死 您知道吗 所以必须还 本来就是我们家的错 我们已经欠人家的了 还要骗人家的钱 来摆平这件事情 你觉得合适啊 我良心不安的 可是那钱是 那钱是我姐拿的对吧 我姐是袁川的妻子 是袁氏的第一夫人 人拿那点钱 那就是毛毛原因 您什么事啊 就是 您还有脸说呀 你是不是觉得 你姐姐心里面很踏实啊 我跟你们讲啊 这个钱必须要还 妈您这话什么意思 您不认识啊 您不会让我把这五十万给还了吧 大家一起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欠的就是钱呀 你 我真是不明白 谁家的丈母娘像您这样啊 这儿一好女婿 你不和她 还倒贴给她 您 我知道您是贴了 可是您别砸错地方 这是您亲生儿子的头 您是不是想砸死我呀 我砸死你我都不解气 我砸死你 这儿 我也是您儿子 您要这么说 今儿我把话也说透了 打今儿起 这事我不管了 就算那尚晓云跟我姐打起来 我都不管了 怎么着 怎么着 您这样的真少见 是 您死撑着面子干什么呀 你不要以为我们看不出来 你也太偏心眼了吧 你就是怕姐在阎家 挺不起腰杆来是吧 那你总不能逼着你的亲生儿子 出去抢钱吧 闭嘴 你们全都给我闭嘴 我指望不上你们 我自己还行吧 行 那你就慢慢还啊 小云啊 喂 小姑 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是吗 走吧 咱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告诉你件事 什么事 你家怀孕了 怀孕了 真的啊 那当然了 我还能骗你啊 严川刚刚给我来过电话 瞧把她给乐的 晚上的临时董事会都取消了 要改成明天 不会下蛋的母鸡 真的坐窝了 小姑 要不我陪你去看看她吧 看不看无所谓 关键 我们晚上要测量吧 行 没问题 好 走 跟我去 走吧 哪个事 你这孩子 还也帮我说一下 妈 你不是知道了吗 应该等一时间告诉我的 打个电话这么难呢 躺下吧 妈 蜜佳 医生开她包她药 记得按时吃啊 小心收促她的 你放心吧 妈 她有点麻烦您了 我不怕麻烦 我自己的女儿我还怕麻烦呢 我就希望你们能够生活的幸福 能活得快乐 妈妈就满足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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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还有事吗 你赶紧去吧 行 那我先走了 明天我再过来 好好休息啊 路上开车慢一点 妈 妈 我走了 好 你说你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 我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妻子怀孕的时候 哪个丈夫不愿意守在身边呢 你说你保个胎 你干嘛一定要回娘家呀 燕川也没反对呀 她那时迁就你呢 你怎么不为别人想想啊 好 那我明天回去 行了吧 你真的是找了一个好丈夫 知道吧 所以我就说呀 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家守住 值得你付出的 懂吗 千万不能让人家 把这个家给你搅散了 知道不知道 我不也在努力吗 可我心里觉得不安哪 把柄在上晓云手里 还能瞒多久 不要想这么多了 走一步算一步 你只能这样 我是被动的 我还能怎么样啊 小日子过得不错了 怎么了你啊 你不有事吗 你干嘛来找我啊 我说你一大男人怎么这么爱生气啊 我刚话刚说一半 你就把电话给我撂了 我告诉你啊 也就自己的家里 坏人我才不买你这账 小卫说啊 你兄弟我 我今儿不痛快 怎么了你 来啦 严川来了 老叔啊 最近生意好吗 托您的福还算好 来 来 尝尝本店的特色 辣子鸡 谢谢啊 严川 从明天起 李强他不去严市上班了 继续在这儿给我当厨子 为什么呀 你问他呀 您慢慢用啊 慢慢用啊 别不说话啊 你想干什么呀 真不想干了 真想辞职 你也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好 我给你一个理由啊 我得帮我妈还债 还你们家五十万的债啊 我得帮我美院那点薪水 我得还到什么时候啊 你什么意思啊 出什么事了 酒我说话你别不高兴啊 我今儿喝了点酒 你妈做得也太绝了 你说我姐嫁了你们家 这么这么些年啊 占我你们家便宜吗 没有啊 她现在是不是又怀孕了 她现在是不是又怀孕了 是 这够对得起你呢 不就五十万吗 至于吗 不要让我妈打欠条 非跑到我们家 告诉我们家这事 这跟拿钱砸到我们脸上 有什么区别呀 行了 这当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别往心里去啊 这事最后还得我说了算 行了行了 算也好不算也好 这一回我们家人心真是伤透了 我们就是饿死了 都不会再穷你们家里的 都怪我了 我妈说的没错啊 我们老米家的男人 都怪我了 我妈说的没错啊 我妈说的没错啊 我们老米家的男人 不争气 没出息嘛 那后来呢 后来啊 咱妈就给她打了张戒条 戒条 对啊 姐 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妈这个人 她这辈子 就是靠这张脸活着的 还有你那个婆婆 她做得也太过分了吧 好歹怎么说 我们也是亲家呀 她至于吗 你说你跟颜川结婚这么多年 你为咱们这个家捞过什么呀 再说 这个钱又不是为这个家捞的 是给那个上晓云的 是给那个上晓云的 说得难听点啊 这钱 也是为了你自己呀 凭什么让我们还啊 好啊 妈妈 又在这多岁吧 老是挑拨是非 我 我怎么挑拨是非了 我说错了吗 妈 咱们家什么时候不让人说话了呀 妈 吃饭了 妈 您干嘛逞强啊 这不是逞强 是欠意 别管是什么 这不要你管 也不需要您还 我现在就回去 你家 我跟你讲 听我跟你说 秦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何况是亲家之间呢 我和你婆婆之间的事情 跟你无关的 这可能吗 您非得让我觉得 自己是个不孝的女儿是吗 你这样 我听妈妈跟你讲 妈 这不是你们之间的事 这是我和颜川的事情 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跟你们没关系 您别插手了行吗 走吧 又打声了 川哥 你回来了 赶紧打牌了 赶紧 多么 二万 二万 这找的什么儿媳妇 就回来说一声 堆了运的都不知道 回来说一声 又住个娘家去了 别走 干脆找个倒茶门的得了 哥哥 子 都知道买点东西来看看 她可倒好 这么大事不回来 跟我们说一声 我们还是当父母的吗 什么意思啊 太过分了吧 他还把这当家吗 嫂子 少说两句吧 那你这借条是怎么回事 你不都知道了吗 还问我干吗 妈 能不能给你儿子留点面子 不要诚心抽我耳光啊 嫂子 嫂子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好 行了 阿姨 怎么了 我不就是让他 打个收据而已吗 怎么 怎么了就 不管怎么说 这种做法就欠妥 有送人礼物 还要别人给你打收据的吗 没你说话的份 你出牌你 该你了 酒瓶 行了 妈妈 你就别送了 赶紧回去吧 那哪行啊 你现在怀孕了 多娇贵啊 姐 要我帮你打个车 你等会儿啊 萌萌 姐呀 你干吗去啊你 要跑点喝酒喝你 你干吗去呢 这 姐呀 你干吗 我没喝多 我 姐姐 姐 你这样我 我 我跟谁喝酒去了 我告诉你 我跟袁川喝酒去了 那他人呢 咱们回去了 他喝多了 我说 你 你去哪儿去不去呀 我也回去 你给他电话 他跟我走 你让他看上去接一接啊 姐啊 你 咱九儿 有福了不知道险 你知道吧 那你嫁进豪门还有什么意思 你要你告诉我 这么仙洁 来 你说 咱们家一点光都沾不着 不是我说的呀你 真不是我说的 你不是一孝顺的女儿 你更不是一 称职的姐姐 是 我是不好 我做得不够好 你说够了没有了 没有 我跟你说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你别说了行不行 不是 你三首 你 你要我把话说完行 你三首 姐姐 五十万 五十万 你 你要我的命了 你让我拿什么怀疑 没错 兄弟 我对不起你 我把孩子给换了 我就是对不起你 我也是为了你 我告诉你 在世界上谁都能骂我 你不能骂 为什么呀 要没我 你跟颜川 你咋的咱们散伙的 看到今儿我等不到了 说够了没有 说够了没有 你别说了行不行 姐 你自己打车先回去吧 我把他拉回去啊 走了呀 哪儿呀 走啊 走呀 走 走 我傻呀我 哥我是你呀 我脑子收拾了 我傻呀 喝点茶吧 我刚泡的 不好意思啊 让你见笑了 谁笑你呀 谁家不是这样 人非圣贤 再伟大的人物也是要回家的 只要有家的地方 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都会有家庭矛盾的 这儿吵个架 那儿半个嘴 非常正常 行啊你 还挺会看问题的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的故事 好啊 你说 我听着 五年前 我曾经喜欢过一个人 也算是我的初恋吧 可因为家里不同意了 我还上吊呢 硬是把我爸给气死了 我听说过一些 听谁说的 好啊 这是一个 在你爸爸的脏连上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你的背后 一定有故事 其实后来想想 那段感情真的挺幼稚的 谈不上是爱 只是一种叛逆 父母越是反对我 越是跟他对着干 跟着了魔一样 没想到 却造成了伤害 我至今都后悔莫及 那个人呢 听说出车祸死了 后来再也没有见过 他是做什么的 我也不太清楚 网上认识的 可笑吧 就这么盲目 你说教授有什么好 真是够傻的 跟你说这些 就是想告诉你 爱情可以从头再来 可父母只有一个 等到了你爸妈这个岁数 让他们健康 快乐 长寿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说他好像不肯定说 不肯定说 很快的 要是 你是 不肯定 你 别喊 慢点 来 大会儿啊 来 过来 慢点 坐好啊 坐下啊 别动啊 跑哪儿喝去了你又啊 我没喝多 我清醒得很啊 清醒 清醒你还能喝那么多酒啊 媳妇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对我是真好 谁啊 你 你啊 只会喝醉了才这么说 明儿早上醒了 什么都忘了你 我也说 媳妇 我一定会有出息 我一定能挣大钱 行 我等着啊 别闹了啊 你把洗点水去 我能挣大钱 喝多了 喝多了 我给你打盆洗点水去嘛 你光说有什么用啊 要脚踏实地地去干 知道不知道 这天不着调的 挣什么钱呢 来吧 喝一口热茶 真是 喝什么热茶 你守欠哪 这个杯子不要钱买的呀 妈 我问问你啊 我到底还是不是你儿子 你整天除了骂我 就是骂我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自尊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我米条也是个男人 你看你干的那些事儿 像不像一个男人干的呀 那 那怎么办 你就这样骂我一辈子 姐跟毛毛都在家里 你让我怎么在这个家待下去 我都不认为你 妈 你要想逼我走你直说 别拐弯抹脚 只要你开口 你说 小天 妈不要你了 我立马就滚蛋 我走啊 我走了 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回来 妈 你说 妈 你说啊 你说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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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 你不是在娘家待着吗 怎么回来了呀 笑话 这里是我家 我想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 关你什么事啊 不就问一下何必呢 我告诉你 你最好跟我说话客气的 不然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马上从这儿滚蛋 你信吗 除非你不想取而代之了 你不是喜欢颜川吗 可我更爱我的儿子 其他全是次要的 既然是这样 你干吗不走啊 帅帅在这儿生活得很好 你非要打乱他吗 儿子跟亲妈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 你不知道啊 尚小云 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你非要搅得我们都不得安宁吗 怨不得我的 要怪只能怪你的弟弟 是他害了你 这话还轮不上你来说 作为你 应该谢他 要不是他干了这么多缺德的事 你的儿子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要我谢他 除非我死了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要跟我的儿子在一起 听说你怀孕了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我就等着你生一个大胖小子 我好把我的儿子抱走 怎么样 我够仁慈吧 你仁慈 我没有想过 我说 你 你意思吗 你不想要是 我没想要啊 跟他一切 是啊 我告訴你, 尚小零 你要敢毀了這個家 我禁饒不了你 你睡得著 我睡得著 媽 墨槍睡了 睡了 我拿 Тем frog 喝水啊 妈 您这是在算什么呢 我已经打算好了 和你唐叔的小饭店联手 做盒饭生意 我粗算了一下啊 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吧 五十万我就能还清了 妈 您是不是吃饱了撑着了 你还真把这事当真了 我一定得还 要不心里不舒服 妈 您想想啊 就算你心里边想还这个钱 姐夫他会不会要呢 他要不要是他的事 我还不还是我的事 妈 您这又是何苦呢 您也不为姐姐想想 他家在你们当中 他难不难受啊 钱不还他才难受呢 你还没想到 否则啊 严家的人会小瞧他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 让婆家的人瞧不起 人活着就要活一口气 这倒不知道 你不用劝我 好好好啊 您呢就慢慢算 别算错了啊 有病 有病 石头剪刀布 不 赢了 你看这样一包住就是赢了 石头剪刀布 又赢了 石 这谁 妈妈 跟奶奶玩呢 你看见干妈了吗 干妈刚走 我怎么说的呀 什么干妈呀 你知道什么叫干妈吗 就这么乱叫她 小英阿姨说了 跟妈妈一样 会比妈妈更疼我 她是这么说的 是啊 帅帅 妈妈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叫她干妈 听见了没有 我不要 我喜欢小英阿姨 听见了没有 帅帅 过来 你干什么呀你啊 孩子愿意怎么叫怎么叫 她觉得好玩 至于那么计较吗 这是计较吗 孩子只有一个妈 那就是我 凭什么叫她干妈呀 帅帅 妈妈告诉你 以后你要是再这么叫她 妈妈就再也不喜欢你了 听到了没有 你干什么呀 你把孩子吓着 你今天怎么了 抽什么疯啊 你配当这个妈妈你 是 我是不配当妈 我是不如上晓云好 你就是不如人家好 我花五十万买的媳妇 都比你强 您这是什么话呀 那你买去呀 钱算什么东西 有钱就了不起呀 我哪里想给家人怎么了 需要跟你打戒条吗 你看我就知道 你为什么回来呢 你就是回来掌茬 你就是冲我来发火来的 干什么呀 怎么了你呢 你回来正好 你赶紧把你这媳妇带走 带走 别让我再看见她 她今后就说生个龙子凤胎 我都不稀罕 走走 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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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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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好帅啊 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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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呀 不管叫我的儿子怎么了 他比什么叫上晓云干妈呀 李嘉 你说你跟一孩子你治什么气啊 那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是吗 文心 那你娶她吧 我走 我走行了吧 我认为什么了我 等等 给我说清楚 给我说清楚 你放手 李嘉 李嘉 你这是怎么了 李嘉 妈 姐姐 妈 别出来 姐姐 妈 您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刚从家里面走了几个小时 就出这种事了 妈 米家在楼底上摔了一跤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早知道不让他回去了 谁是米家的家属 我是 外人怎么样 病人流产了 现在大出血需要住院 你们赶紧去办手去吧